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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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们学习了市民当中的无量寿 开始提到第四点是观境 观境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依报 一部分是正报 依报当中又分为三种 就是地下专严 地上专严和虚空专严 这个地下专严指的是我们的心性 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清净本觉自信当中呈现出来的 所以是宝传光明互相应发 它的地上专专严指的是福德和这个界定 就是福德专严 这个产定的专严 是表现为一切宝地 持灵 保楼 公格 虚空专严指的是智慧专严 是一切变化 宝宝 华网 宝云 画鸟 风光 动发声乐 这些都是智慧随移应变 所以是虚空专严 就是一个人能脚踏失地 这个有依靠 有规矩 这是他的定力好 福德好 那一个人内心随时能够空尽烦恼 不足一切相 同时能够随化自在 这是智慧的表现 所以极乐世界也是界定慧这三学的 这个全体展现 就可以看到他的依报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依报还有一部分内容 大家看原文 如前虽有三种差别 皆是 弥陀晋国 无漏真实之圣像 此记总结成一报专严也 这个总结一报专严呢 就是一报随着正报转 外在的世界好不好 看他内在的正报好不好 极乐世界的一报 极乐世界的依报 之所以这么好 是因为阿弥陀佛 他的清净国土 无漏的真实之圣像 这个无漏就是无烦恼的功德 就是因为阿弥陀佛 断除了一切的烦恼 去到极乐世界莲花开的人 他也断除了三界轮回的一切烦恼 所以没有这一切人间的是非恩怨 没有一切不如意的现象 没有一切生灭的烦恼 后面特别指出来 大家这句要看清楚 就是真实之圣像 有些人讲极乐世界是画图 实际上极乐世界是真实暴徒 而不是画图 画图是指画成 就法画经讲的画成 它是指草庵 就是一个草毛棚 让你临时的避风挡雨的地方 并不是终究之处处 那这个保所呢 真实的暴徒呢 是你通过修行 而成就的自信无漏功德 彰显出来的这种种像 如果是以我们仿佛的妄想心 彰显出来的一切像 全部都是这个无常变化的 而且有违法如梦 幻泡影 是变化的幻象 但是如果你是以无漏 没有烦恼的心 呈现出来的世界 它才是一个真实的 清净的暴徒 换句话说就是 当我们的智慧 明了自己生命的真相的时候 你才能感受到 你的真正的世界 是什么样子的 如果你的内心 是充满了烦恼 你感受到的世界 都是错觉 所以一个人烦恼的时候 看谁都是烦 看谁都看不顺眼 连这个佛菩萨圣贤 他都不相信 这就是他被烦恼所驱使的 那些感觉全是错觉 在现实生活当中 一个人他内心很平静 很正常的生活 他相对来说 也会体会到 真实的人生的觉受 但是当一个人被烦恼 严重的驱使的时候 他会看见一个 完全变形变态的世界 所以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 他看到了那些幻觉 比如说 这个出现幻听 幻视幻觉 那么这些幻视幻觉 出现了以后 其实 他会看见这个世界 好像完全不一样 你在那里 这个笑一下 他觉得你在笑话他 其实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他会有很多的 奇奇怪怪的想法 我有一个同学 他在90年91年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上学 后来他跑到西战去 觉得去学藏密了 那学了这个五年 回来 说自己现在已经有很大的受用 也不是搞得很神秘 有什么受用不告诉你 这是秘密 等我在普通商 这个闭关出来以后 04年 就15年过去了 他又跑来找我了 他说他现在已经可以了 我说怎么可以了 他现在已经知道别人的心念 想什么了 我说想什么有什么用呢 你想到别人有没有办法 帮他解决烦恼呢 他说那个没办法 后来从那个佛学一出来 跑到我们这个出来的时候 他说今天肯定有大好事 什么好事呢 你看今天云彩这么漂亮 我说你神经病啊 这个云彩漂亮 世纪都有的 管你什么事呢 然后后来他跑到我们七甲寺去 一到七甲寺 一听到那个阿弥陀佛 他说 这个建名彭硕法王来过这里 我说你怎么知道 我在建名彭硕法王那里 听过这个阿弥陀佛的声音 他说 你这个 这个哪里跟哪里搭得上边吗 搭不上边 他要给他搭上边 所以这个人被烦恼驱使的时候 他得错的那些结论全是错的 但是他自以为是很真 所以这些人呢 就修行基本上已经没救了 已经走火入魔了 所以他被自己的烦恼已经覆盖了 不能正常地看待这个世界 不能正常地跟人沟通 连人的世界他都不能正常地看了 那么对于这个真心的世界 更加不能正常地看 所以我们大家对自己 这个生命对自我的这种迷失 对自我的迷茫 这是所有的关节所在 这是如果你不能把自我的迷茫 解决掉 那么你出现的对人世间的所有恐惧 欢喜全部都是错觉 跟那个神经有点不正常的人是一样的 就我们大家都有点不正常 因为我们大家对自己都不了解 就是如果你真正地了解自己的真相了 那么人世间所有的烦恼当下就解脱 所以这才能正得无漏的功德 现在你还很辛苦地修 无论修到什么样子 你这个左手把功德抓回来 从右手又漏走了 这个前面刚刚辛辛苦苦地干了很多活 累了半时 一念怨心一生起来 抱怨地先一生起来 你那个所有功德也就化为乌有了 就是这个功德总是不停地做不停地漏 前面刚刚帮别人干满很多活 干完了以后你想 哎呀他怎么不说感谢我一句话呢 你这么一心起来 你是对他有所求 然后得不到的时候你反而烦恼 你看你辛苦了半天 到最后还是得到一个烦恼 这就功德漏掉了 功德本来是可以让自己很安心的 结果就漏掉了 所以这个极乐世界都是无漏的真实圣像 它不是有漏的 就是到极乐世界去的人 他已经把自我的迷思已经打开了 所以他不会漏 只要自我的迷思没有打开 这个功德都被自己漏掉了 都会漏走了 所以这个是 这个依报也是 这个随着阿弥陀佛的正报 而呈现的真实的功德 这就是总结成 依报庄严的内容 后面说 又言依报者 从日观下 至华作观以来 总明依报 这是依报 总明依报 这个日观下 就是十六观 我们这个观间 总共有十六观 十六观呢 第一观是日观 从日观往下观 日观 水观 地观 还有宝树观 保持观 还有宝楼观 这个 这六个观 第七观呢 就是华作观 这个前面的七观 光的是 依报的 这个极乐世界 就是它的极乐世界的环境 如何的优美 从第八观开始呢 是深观 就观想这个 佛的真身 这个像 就是佛陀的圣像 像光 到像光 深光 就观佛的 这个清净身 然后观 弥陀佛 这个大师之菩萨 观世音菩萨 包括这个 普光 西方三圣 一切圣众 乃至雜光 到极乐世界去的 这些众生 这些是正报光 就是前面的是一报 后面的是正报 最后三观呢 是上背往生 中背往生 下背往生 所以这个 十六观当中 前面七观是一报 后面的六观是正报 最后面的三观 是这个 三背九品 叫三背 九品往生的九品观 总共构成了这个十六观 所以说华作观 以来呢 总名是一报 就是前面讲的一报 专严是怎么回事 后面呢是讲 这个通别 通一报和别一报 通一报是什么呢 说就此一报中 既有通有别 有相通的 有各自 这个特别的 就每一个光法 各不相同 言别者 华作一光 是其别一 唯一属 弥陀佛言 于上六观 是其通一 既属法界 之凡胜 但使得生者 共同受用 故言通也 又此又 就此六中 既有真 有假 有真想光 还有假想光 言假者呢 既日想 水想 兵想 等 既其 假一 由此 由是此界 中 相似 可见 近相故 言真一者 既从流离 地下 至 保楼光 以来 是其真一 由是 一 彼国 真实 无漏 可见 近相故 就是观想 这个有点难度 一听起来 好像有点 复杂 那么 一报的 这个庄言 有通 有别 别是指 特别 通 是相通 于 所有的众生 的 那个别 是什么呢 或是华作一光 因为前面的七光 七个光想 就是从这个日光 水光 地光 楼光 这个宝树光 宝瓷光 宝楼光 那么这个六光当中 全部都是跟我们十方法界 一切圣方 向往 深西方 净土 都能观想得起来 是相通的 那么这个 这个华作光 这一光呢 是专门指 光 阿弥陀佛 他的身相 所做的那朵莲花 叫华作 就是莲花宝座 那么 阿弥陀佛的莲花宝座 这个光想呢 是专门指光 阿弥陀佛的宝座 不光是我的宝座 不能光想 阿弥陀佛的宝座 是我的宝座 就是 要把极乐世界的 这个整个 一报的像 要呈现出来 所以在这里呢 他凸显出 这个阿弥陀佛 与极乐世界的大众 他的这个一报啊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阿弥陀佛 所做的莲花 并不是其他大众 所能做的莲花 他毕竟是 极乐世界的教主 那么从这一点呢 他是有区别的 所以一光是 唯索弥陀 这叫别光 这别一与这个一报 于六 于上六光 于上六光 就是前面的六 就是日光 日想光 水想光 地想光 包括这个宝树 保持和保楼 那这个六光呢 是其通一 通一是什么意思呢 说祭俗法界之仿圣 这一切十方法界 所有的仿夫和圣人 都可以用这个来观想 那么每个人只要往 后面还说 当时得生者 只要能够使你得生到西方 净土去的人 都能共同受用 这是共同受用的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的那个莲花宝座 并不是我们大家能够共享的 其他的那些 楼 池 水 地 这些是我们 只要往生到净土 都可以共同享用 共同受用 所以叫通 这个通一 就是大家一起依靠的 那么不当是 往生净土的防胜 共同依靠 就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他在极乐世界华座上 那么旁边的那些 全磁楼阁啊 这个水啊地啊这些 阿弥陀佛也同样去享受 这些清净的依报 这是 所以说是通 通一 又此六宗 就前面的这个通一当中的六个 六十六宗 既有真有假 这个观享呢 还有真想和假想 所以言假者呢 讲假想观是指什么呢 言假者 既日想 随想 兵想 等是其假意 为什么这是 是其假意 就是这个日想观 水想观和这个 水想 后面还有这个 这个兵呢 是指这个水 坚固成固体 快成为地 与地想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为什么它是假想 说 由是此界中 相似可见的镜像 相似可见 就是你想 想 这个日光 想到这个日光啊 怎么想呢 它第一个光就是 你闭上眼睛 看到这个太阳 快下山的时候 圆如红骨 金黄色的 就是红红的 带有金黄色的 圆满的 非常圆 太阳是很圆的 那么快要下山的这个场景 看到这个太阳呢 也不是很刺眼 但是它有金黄色的 这个耀眼的这个光芒 这个光芒呢 看去是很殊胜 很舒服的 当你把这个想好以后 心就装住在 这个日光的 太阳下山的 这样一个感觉当中 停在那里 然后你什么都不想 所以这个 很多人不会光想啊 他是不停地去想 想太阳 想太阳 想太阳这样 不停地去想 不停地去想 他这个定力反而没有 就不容易得定力 不但不容易得定力 他容易上火 所以你想多了以后啊 这个气往上走啊 这个热气往上走呢 有时候 一个小时坐下来 这个头晕脑胀的 那这样子就想错了 你想多了 不应该想那么多 包括他后面的观想啊 观像啊 也不是这样 有些人 想这个观想佛的时候 坐在那里 他的脑袋长什么样啊 眼睛怎么样啊 眉毛怎么样啊 嘴巴怎么样啊 鼻子怎么样啊 这样一个个想想想 想的头有脑胀的 这个火都起来了 这样想呢 其实是在打妄想 就并不能得到 这个真正的观想的效果 那么观想 有个很大的特点 是什么 就是 其实不是 观这个佛像啊 你只要想清楚了 这个佛像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闭上眼睛 就知道 这样的佛在你的面前 你就坐在那里 开始就停下来了 就什么都不想 不需要想得很清楚 什么都不想 但是你知道前面 有这样的一尊佛在那里啊 当你心越近的时候 他那个像漫漫的 就越来越清晰 一开始是非常模糊的 不是非常清晰的 你如果一直想 把它想得很清晰 反而想上火了 就容易起心动念 那你就是隐隐约约的 觉得一尊佛像坐在那里 你就停下来了 心就静下来 所以他说 这个假想观是什么呢 就是 你平时就有见过 这个太阳下山的 那个场景 那么见过以后呢 你坐在那里 就知道 太阳下山 犹如旋骨 一个骨啊 很远的骨 旋在那里了 然后你的心就知道 有一个旋骨 在你的眼前 你就停下来 把妄想全停下来 就隐隐约约 感觉这个心 就装住在这个骨上面了 然后呢 你就 一点脑子都不要动 因为一动脑子呢 你的心就乱了 所以心不动的时候 如果有人问 你在干什么 你知道我在想这个太阳 这个太阳下山的这个感觉 但是没有问你的时候 你也没有问自己的时候呢 其实你没有想 只是隐隐约约 感觉前面有个东西在 只要有一个东西 心装住在这个东西上 心不想了 所以它这个光想呢 是比较容易下手的 因为它是 是我们这个世界看得见的 就大家平时有见到过的 你往那一坐 这个 把这个太阳远远的 红红的 甚至金黄色的 这种感觉 如果想好了 这个慢慢的 你的内心啊 也会圆满起来 就有些人觉得 内心不圆满 总是这里有点缺陷 那里有点缺陷 这个如果觉得 自己缺陷多了以后啊 心里会有很多的冷角 就心里有冷角了 你就会不舒服 就哪里都 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 自己胖一点都难受 或者呢 自己长相不够好 也难受 自己长几根白头发 也难受 总是对自己啊 对他人啊 有很多的挑剔 是因为他内心不圆满 总是有缺陷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 日想光想好了 他就内心就没有缺陷 就是你感觉内心都是很圆的 这个有光明 有金色的光明 那闭上眼睛就静在那里 就沉浸在这里 所以这就得到了 这个日想光的一种 力量的加持 使自己的心能能够专注 日想光如此 那么水想呢 水也是我们这个世界 能看得见的 就是极乐世界的水 跟我们这个世界的水一样 也是清净透明的 不是另外的水 就是它的形状 并没有跟我们的水 并没有区别 当然跟那个污水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们想的是清水 就清净的水 太阳也看得见的 清净的水也是看得见的 就是完全透明 有水完全透明 很清 那你想到你的这个前面 就是清净的水 对着这个清净的水呢 自己坐在这里 很清晰 就心里好像 这个尘埃都被过滤了 跟这个水相应了以后 尘埃就过滤了 就是你只想到这个水的时候 水是清净的 是透明的 是一尘不燃的 如果有污染 那就是污水了 就是一尘都不燃 那你这个想多了以后 你内心的这些尘埃 也会被净化掉 所以一想到这个水呢 也是坐在那里 不是不停地去想这个水 而是坐在那里 知道前面有这个 非常纯净的水 然后呢 你就 其他想法就没有了 就只有这个水 然后停在那里 还有这个地光 它这个实际上是冰 这里面说冰光 这个冰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水变成固体了 也是非常的透明的 也是没有杂质的 就是当的心得到禅定的 绝受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心也是凝固的 就心透明 透明的不动摇 不柔软 不受影响 这是坚固的 那这个定力呢 是越来越坚固 这是从前面的这个日想 日想和这个水想 那水想呢 里面也有想到 水结冰的这种景象 在这个观景里面 这是假一 因为这个假一的假想光 是此界中相似可见 这个景象 就水和日光 我们都可以能看到见 就是日落 落日的这个光明 我们能看到见 所以说是 对极乐世界来说 我们是一个假想光 就我们没有看到 极乐世界的太阳 也没有看到极乐世界的水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世界看到了 就很相似 所以言真一者 真一呢 就相对难一点 真一是什么呢 说既从流离地下 从这个地想光 这地平如掌 静如流离 所以静土 我们这个世界的土 都是污浊不堪的 你一观到这个地呢 你看这个脸上 如果弄一点泥巴给你 你就脏了 就很难看 所以极乐世界的地呢 它是净土 它的这个地向 这个静如流离 地平如掌 就是没有那个高桑丘陵 没有 就是让我们感觉到艰难的地方 那整个极乐世界的地呢 它是有很大的弹性的 就是你希望它高 它也会高 你希望它低 它也会低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世界 没有看到这样的地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 就相对有难度一点 那么从这个地 一直到宝树 这个宝楼 保持 宝楼 所以叫流离地 下至宝楼观 这个应该是四种 不是三种 就地想 宝树想 这个宝尺想 和宝楼想 这四种以来呢 是其真一 就真正的依靠 这真一是什么 是彼国 真实 无露可见 这是极乐世界的 镜像 那么为什么 我们这个 观一报 庄严的时候 先要从 日观和水观开始 就日观和水观 是我们这个世界 能看见的 四空见观的 我们先观 观了又受用了以后呢 再观想极乐世界的 这个真实的镜像 就是极乐世界的 真实镜像 我们想不起来 我们想极乐世界 环境为地 怎么想呢 你想这个 金块铺满了地 坐在那里 那些观 有些人说 哎呀 金块铺满地 这要态度好了 没意思 我也不想去了 如果极乐世界 瘦博世界那里 环境布地 贵是很贵 但是有些 他觉得我的境界 比那个高多了 那个环境太土了 不想要 他表示自己很清高 这个样子 所以他就 就很难去观想的出来 说极乐世界 整个都是一片 一片环境 其他都没有 那也太单调了 他有很多的 这个妄想会出来 所以等这个 日观 水观 如果观好了 那么我们的心 变得圆满了 变得清澈了 这个时候 你再依照 这个关键的文艺 再去观想 这个保持 保树 慢慢地 也会 也会呈现出来 这是 真相光 一个假光 一个真相光 这是 一报的 这个 所观镜 那么还有下面 是正报的 所观镜 大家看 二 就正报中 亦有其二 正报呢 也有二 一则 主专严 即阿弥陀佛 是 二则 圣众专严 即现在 比重 即十方法 界 同生者 是 正报 观想 也有 两种 一种 是他的 主专严 就是阿弥陀佛 是极乐世界的 教主 就是观想阿弥陀佛 观想阿弥陀佛的身 就是观身 所以这个 涅佛呢 有四种 叫观想 观像 持明 实相 持明呢 是我们大家 最 普通的 也是 功德最殊胜的 持明涅佛 就你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么其中呢 还有观想涅佛 观想的是 包括这个 十六观经 每一个观 都可以算是涅佛 因为我们 无论是 日想观也好 谁想观也好 就是你只要 观极乐世界的 这个十六观 你的内心 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了 所以呢 这个 观想涅佛 也是属于 涅佛 那么第三个呢 是观像涅佛 观像呢 就是两种 一种是正报的 专严相 一种呢 是依报的 专严相 那么正报的 专严相 指的 就是阿弥陀佛的 专严相 就是观经里面 有讲阿弥陀佛的 身相是怎么样的 就想好了 他的这个 那个阿弥陀佛的 像以后 你闭上眼睛 坐在那里 心中 就能看 就觉得是 看见了 阿弥陀佛的 这个形象 那看见了以后呢 自己实行就 静在那里 那么 一报 就是 要观想极乐世界 包括 这后面的 观音 世智 还有这个 这个 往生 净土的 这些 圣众 那还有 就是 其他的 十方法界 到极乐世界去的 这个三倍九品 往生的 这些 这个普想 砸光 三倍九品 全部都是 属于其他的 圣众 这是 这个 圣众专严 祖专严和 圣众专严 这两种 又就此 正报中 亦有通 有别 这也有通 有正报 观想当中呢 也有通观 和别观 说言别者 即阿弥陀佛 是也 就正报的 当中啊 这个 特别的 只观想 阿弥陀佛 这一个 这一尊佛的 这个观想 这个 观像 涅佛 就观阿弥陀佛的像 即此别中 亦有真有假 就观想 阿弥陀佛的像 也有真 有假 言假 正报者 观假的 这个正报 即第八 相观言 就是 前面七个 是属于 一报 第八呢 是属于 正报 正报呢 是 这个 假正报 是相观 这相观 相观是什么 观音 四字等 亦如是 所以第八 相观 第九呢 是 这个 真身观 那么 第十是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像 第十 大师 一如是 此由众生 藏众 染 惑 畜生 佛恐 我们要观 阿弥陀佛 的时候 观这个 像呢 是 阿弥陀佛的 左手拿着一朵 莲花 右手 垂着下来 就是西方 接引的 这个像 大师 智菩萨 是 手拿着 莲花 观世音菩萨 手拿着 镜瓶 就是 洋柳镜瓶 就是通常的 西方 三生的像 我们见过了 这个西方 三生的画像 或者 树像 看清楚了 你把这个像 想好了 然后坐在那里 你就 这个不需要 打多少妄想 就是 假借 我们这个世界的 这个像 什么原因 为什么要有 这个假像观呢 所以 此由众生的 藏众 就是我们大家的 业障都非常重 这个妄想 特别多 烦恼 就染 就是烦恼 烦恼 迷惑 太深了 迷惑太深 烦恼太多 这个 染祸 畜生 染祸的 这个地方 染祸 就是畜所 染祸的 畜所 就内心当中 有染污的地方 太深 不是一般的染污 有很多的 这个烦恼 至少有 二十六种烦恼 干扰着 我们的自心 那佛呢 就怕我们说 你直接观想 这个佛像 说佛孔 乍想真容 无有显现 就你直接想 坐在那里想 这个阿弥陀佛的真实像 到底是什么 你这个 什么依据都没有 什么评级都没有 突然就想这个阿弥陀佛像 你想不出来 就像你想一个 你没见过的人 没见过面 也没看过他的像的人 然后你说 他到底是长什么模样 来坐在想 人都想不出来 不会说那个阿弥陀佛了 所以阿弥陀佛 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我们能够把它想象出来 都很难 非常难 所以这个佛呢 就先 以这个假想 所以故事 假力真相 这个 假力就是 让我们 以这些 说破世界的 这些物质的材质 金银银铜 这个木头 或者是漆布 或者是泥 这个种种的材料 构造起来的真相 这个真相是指相 就是阿弥陀佛的真身相 那么以这个相呢 以住心想 住就是令心安住 就是相住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的心也围绕这个相 就住在这个相当中 就不往别的地方去流浪了 心想到相的时候 就这个住就停住 也是停住在那里 就当你心想到这个阿弥陀佛的相 想看完以后 看清楚了 然后你闭上眼睛 心里就 专远这个相 就住在这里了 就不往别的地方去想 说同彼佛 就以正 禁锢 就像好像是真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他也手拿莲花 这个手垂下来 这个是相同的 就是把这个佛像 竖起来的佛像 画的佛像 或者看见觉得比较专业的佛像 你想到他的时候 内心要想到跟阿弥陀佛一样 就同彼佛 就是真正的阿弥陀佛 所正的这个境界 是很像的 所以这个叫做假震报 不是真的震报 就是我们 以我们这个世界的像 来代替极乐世界的像 所以叫假震报 言真报者 真的震报 真正报是什么 第九 真身观也 第九观 那叫真身观 第八观是相观 就是阿弥陀佛的相 第九是真身 然后呢 第十四观音 第十一呢 是这个四字 这个第九 以真身 作为我们的观想 以真身观 此由前假正 就是以前面的这个假想观 慢慢的这个心呢 就开始沉浸下来 沉浸下来 这个阿弥陀佛的真实的功德 会慢慢的从内心中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借助阿弥陀佛的这个像 如果你坐在那里心很专注 很深入禅定的时候 这个佛像会变得越来越专严 会看得越来越清楚 那以前我听我师父说 这个地贤大师 他在这个年波关宗寺啊 就建立了这个十六观堂 就是专门修这十六观的 就是天台中喜欢修紫光嘛 所以他专门建立一个十六观堂 就是就修这个十六观 那么他到温州建这个头头寺的时候 这个老师呢 画了很多图子给他 他就想建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大殿 殿堂 当时呢一直画出来的像 这个图子呢 他都不满意 那有一天他就坐在那里 修这个十六观 观这个西方极乐去的 华词 楼阁啊 这个佛像啊 这些义正庄严 这个观着观着呢 他这个头头试着 这个大殿的像就冒出来了 很清晰 看得很清晰 就知道这个大殿 这个寺庙以后 盖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后来他下来以后 就把这个看到的情景呢 叫这个画师呢 把它画下来 就根据这个来建设的 所以我时候说 这个头头是以前地老在的时候 是他在定中看见了 这个寺庙是长什么样子的 所以才画下来 按照这个来建的 这个就是说 以这个假想光慢慢的 会呈现变得很清晰 那如果以这个阿弥陀佛 跟西方三圣的假想光 观久了以后呢 他的真身像 也会慢慢的打开 所以我们不了解他 就是不了解西方极乐世界 也不了解 这个义正庄严 正报的主正报 还有棒正报 就是主棒圆容 主是阿弥陀佛 棒的是大师之菩萨 这个观世音菩萨 还有其他的圣众 那么这些其他的极乐世界的 这个正报庄严啊 我们也不太清晰 所以当你心向往极乐世界 只是以这个世界的 这些佛像来观想 观得很清晰 心清净了以后 他的真相也就会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大家拜佛也一样 如果你非常真诚的拜佛啊 这个拜着拜着呢 这个真佛呢 这个加持的功德啊 真佛的所有利益 都会从你的这个 拜佛的这个功德当中 得到呈现 这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从假想到真相的这个 所以由此前呢 由此由前假定 见以西语乱想 心眼得开 这个心眼啊 就打开了 所以我们平常 这个心啊 是好像不长眼睛 只是靠这个肉眼 来看这个世界 有一句话说 你这个人有点缺心眼 这个缺心眼的人 就是他心眼没打开 给他说什么 他看不懂 他只看表面的现象 这一叶章目不见太伤 这个凡夫呢 是这个肉眼爱非通 但是他一直有障碍 都很难通 天眼通非爱 这天眼呢 他看到这个十方世界啊 都能够看到很清楚 他没有障碍 这个凡夫的眼睛呢 他的障碍很多 在这个仁业经里面说 是法华经啊 不是仁业经啊 就是六根清精卫的时候 他讲这个父母所生的肉眼 都能见到三千大千世界 就是我们真正的 这个眼睛啊 应该是可以看到 三千大千世界 还不是天眼 是肉眼 他讲得很清楚 就父母所生的肉眼 本来就能够见到 大千世界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在末法时期的这个 一生下来 就先天性的近视眼 这个近视就只看眼前 那远一点我们看不见 这个望远镜 我们望远镜的眼睛也没有 这个放大镜的眼睛也没有 行为镜的眼睛也没有 所以你的眼睛所看的这个角度啊 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佛呢 他内心清静 所以佛具备这些什么放大镜 望远镜啊 这些显微镜的 这眼睛的这个功能都有 我们还缺少这个红外线的眼睛 红外线眼睛我们功能本来也可以有的 但是由于我们自己的业障重啊 也没有掉了 所以我们这个这个眼睛 在某些角度来说 还不如狗眼 那个狗眼看人低 我们这个这个人的 狗的眼睛夜里他能跑路 他有红外线的眼睛 这夜黑啊 对他来说他不算黑 但对我们来说就黑的不行了 就是走路就走不动了 那如果你再再严重下去呢 你看你就大白天 你也看不清楚了 见识太严重了 那有时候那个老花 你看前面找路也花掉了 还有一些夜蛮症 那天稍微黑一点暗一点呢 他前面路就看不见了 就这些都是我们父母所生的 这个肉体啊 这个材质啊 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是这个材料并不精致 基本上都是出汁烂造的 所以这个这个这个用起来呢 也不是很自在 那么极乐世界呢 就是有这个假想观的缘故 见语悉语乱想 关键是这个心一乱 你的心眼就不通了 这心眼不通了以后 你就缺心眼了 这个心不乱的人呢 他这个会多留一个心眼 多留一个心眼就是 这个人家想骗他 就不容易骗 你就不容易上当 这个我们这个缺心眼的人啊 别人说几句呢 你就如果有人挑补是非啊 你就很容易被人挑补 这个我见到很多人 他人很好很直 但是别人一说 说一句话呢 他就满天的这个飞舞了 就自己不得了了 其实人家可能逗他玩的 他就高兴的不得了 或者呢 生气的不得了 那么这种人都是属于缺心眼的人 什么原因呢 他是心乱 心乱才会上当的 你心不乱 你就不容易上当 所以这个见以假想观 来把妄想停止了 这个时候他心眼得开 心的眼睛呢 就能打开 这个心眼打开以后呢 出见比方清净二报 种种庄严 以除昏祸 就是心眼一旦打开 由这个真身观 就是真正报啊 这个一报和正报 观这个真正报的时候 从假想开始观 观到真正报的时候呢 他慢慢的心眼就能打开 打开了以后 他就还真能看到 说初见比方 比方就极乐世界 就西方 那初初的 就大概有个轮廓的 见到了极乐世界 他的这个清净的 一正庄严二报 那二报的种种庄严 以除昏祸 这个观想的时候 最大的障碍 也是一个是昏尘 一个呢 是迷惑不幸 这个学佛最大的障碍 也是这两种 一个是自己稀里糊涂的 提不起劲 没有真心 清净的心去用功 就平时就 就稀里糊涂的 每天都稀里糊涂的过 那你这个就没有什么进步 这个人生也没有进步 就每天稀里糊涂的 那当你心清净了以后呢 这个杂想 乱想又很多 这个乱想一多起来以后啊 他对佛菩萨圣贤 他会产生疑惑 这个又昏尘又疑惑 疑惑如果一起来 你所有的 这个修行的道路 都被挡住了 就是你想进步的机会 都没有 因为圣贤的教育 圣贤讲得这么好的 这个从因果上 从你的生命的 这个正能量的开发 都讲得这么好 如果你还不信 还觉得有问题 那你这个迷惑起来 就把自己给迷失了 自己没有更高明的智慧 去抉择他 反而呢 会采取一些 这个 比如说 不信三宝啊 不信圣贤啊 或者自己想 本来还想修行 还想发挥一点正能量的 当你这个圣行不信了以后 你想算了算了 反正破框子破帅 这就乱来了 那么乱来乱想了 也不控制了 也不约束自己了 那么这个人呢 也就报废掉了 所以这个 昏祸呢 是障碍我们修道的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如果心清静了以后 看到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那你这个看到 你就知道 这是真实的 如果是假想观想好了 内心清静了 也会能看到 就像那个舞台上 有一个大圣竹林寺啊 当时这个净土中的祖师 法造大师 在那里修行净土法门 他就在这个 这个吃饭的时候 就看到波中的这个显像 说极乐世界 如此的庄严 在哪里呢 他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还有石头 这个石头门 这个开了以后 他就进去了 就这个地方进去了以后 他这个石头门进去了 到里面一看 阿弥陀佛 这个大师之菩萨 观念菩萨 都在里面 无量甚重啊 在里面 这个净土非常庄严 他还在里面跟着绕佛 跟在一起 在那里打坐学习 学习得很开心 然后呢 有两个轻衣说 你还有责任 你不能现在就来 那怎么办呢 不能来 那就把你送回去呗 那送回去 他就把它送出来 送到门口一看 这个门关起来了 门口写的就是 大圣途临士 这个五个字 他就从定中就出来了 他这个吃饭的时候 看到波 他就呈现说 这样一个场景 但实际上 他还是一个叫什么 叫初见比方 清净二宝 就是清净二宝 他还是很初的 就见了一下 那这个时候 他信心很足 他就去找啊 找那个地方啊 就是说明明 在这个定中 见到了这个场景 他去找 那找找 确实有这个地方 也确实有那个石头 但是石头上 什么字也没有 本来他看见 大圣途临士的 怎么什么字也没有呢 就是一片荒地 那他就在这里盖房子 盖房子就做道场 所以现在的途临士 这还在那里 还是净土道场 大家以后 如果有机会 可以朝拜一下 就是大圣途临士 是他亲自 见到极乐世界的 这个选项以后 才在这里见的 所以这个初见 比这个极乐世界的 这个清净二宝 这种种庄严以后 他当然 他的这个昏沉 迷惑 怀疑 这些完全就除掉了 除掉了以后 所以成为净土中的祖师 也成为这个净土中 修行的道场 从唐朝一直到现在 你看都在 都在延续着 所以同 这个 见到这样一个 迷惑除了以后呢 说 由除占固 障碍除了以后 得见 比真实 只净相也 这个是 从这个 观佛像 假想观的佛像 观着观着 慢慢的 就会 看到极乐世界 清净 那内心的 疑惑和昏尘 除掉了 这个时候 他能看见 真正的阿弥陀佛的形象 这个真正的阿弥陀佛 形象 如果你能看到 这个不容易的 这个从修道上说 你要能达到 花开 见佛 物无声 就这个 以除 昏霍的霍 确实 它是要破除 见霍 见霍 没有除 你这个花也打不开 这个 真实的 镜像 阿弥陀佛的真实 镜像 你还是见不到 所以见佛也不是很容易的 随便都能见到 有些人在 在梦中 见到佛像 或者你拜佛的时候 什么时候 看到佛像 很开心 觉得我见到佛像了 到处去说 你要问问 你我直破了没有 我直破了 那是真见到佛像 那是真的 我直没有破之前 见到的都还是假的 就我们现在说 那佛像 你不是要把它当真的吗 你怎么说它是假的 但它毕竟还是假的 那不是真的 就是你通过这个假 你要以恭敬的心 把它当真的来看 这样子呢 加持力会很大 以这个加持力 会促使自己 更快地进步 当你进步到一定的时候 它这个假想 就慢慢地 转换成真的 转换成真的 一个重要环节 就是 遗祸要除掉 就昏祸要除掉 昏祸这个祸 就是至少是 见后我见要破掉 所以花开 见佛 物无声 这个无声 你证得了 这悟到无声的道理了 这个时候 你才知道什么是真佛 所以真佛就能 真实见像 就能看到 所以言 通正报者 这个别正报 就是指佛像 通正报呢 既观音 圣众等 以下视野 观音 世智 还有普观 雜想 还有三倍九品的 这个 包括 防夫往生 没有 破除我直 没有花开见佛的 这些极乐世界的圣众 当然 对我们 说佛世界来说 只要往生 都算圣众 但是严格的说 他在这个三倍九品的 莲花包里面的 莲花还没开的人 还不能算圣众 只能算防夫众 这是极乐世界的防夫众 因为他是防圣同居 四倍九品 不是三倍九品 仕途往生 这个仕途当中的 最底下一图 就是防圣同居 还是防圣同居图 那第二呢 才是方便有余 第三呢 是时报庄严 第四呢 是长期观境图 这个 方便有余图呢 是相当于 破除我直的二成人 而时报庄严图 就是像观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这个大侧大物 明星见性的 就这个空有不二 回小向大的 这些大乘的圣者 是时报庄严图 那么直到成佛 才居住着 残戒观境图 这是仕途的差别 所以如果从 这个极乐世界来说 就是 他也有防夫众 也有圣人众 那从我们这个 说普世界 相对应来说呢 我们想想 到极乐世界 都直到成佛不退转了 当然我们可以 尊崇为他 都是圣众 所以他这个 反圣同居呢 有这个反圣 反复也有 圣人也有 那么这个是 他的通的正报 就是别正报 和通正报 正报有通有别 一报呢 也是有通有别 向来 说言通别真假 正明一正二报言 就是讲的 这个通报 别报啊 这个 通关一报 别关一报 说这个通关正报 还有别关正报 还有假想观 这个 还有真实观 都是呢 讲到极乐世界的 一正专严 那么上导大师 讲的这段话的 主要意思啊 就是告诉我们 极乐世界 它是有真实的土 真实的净土 在显现的 那我们现在想通过 自己的心力 跟极乐世界 挂上这个钩 我们的心念的磁场啊 这个心念的波 是很厉害的 这个心的念头 确实就像一个绳子 就像一维啊 一维二维三维四维啊 在一维 它就是一条线的 只有长度 没有宽度的 那我们这个心念 念到哪里呢 你就跟 那个所念的那个镜像 挂上钩了 你跟他挂上钩了 我们现在说南天 一定就是 你跟他拉上关系了 你跟哪个人关系好 就你跟他有联系 你跟哪个人关系不好呢 关系不好也有联系 只是联系的 都是负面的 那你如果跟他没关系呢 那就没联系 所以这是有关联的地方 那当我们 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呢 是跟极乐世界 是有联系的 就怎么样才能够 跟极乐世界 建立这种连带的关系 怎么才能 跟极乐世界联系起来 就我们这颗心 在说谱世界 是一直在流浪的 是到处去乱联系 乱挂钩的 那挂着六根 挂在六层上 累得要死 所以成劳挂爱 又挂在那里 又有障碍 心呢 又有千千结 挂到哪里 你就在哪里打个结 挂在哪里 打个结 挂着鸣 就在鸣上打个结 所以这个没有名的时候 很痛苦 失裂的痛苦 然后挂在情感上 你就跟情感 又打个结 这个死结 这个情感出问题了 你又很痛苦 挂这个名利 财色 所有一切 只要你有所牵挂 都会痛苦 所以这个十六响光 这个光经 上导大师告诉我们的 是建立了一套 非常好的联系的方法 这个联系的方法就是 在我们这个世界 可以想到的是 这个日光和水光 因为太阳是光明的 圆满的 水呢 是清净的 透明的 就是当你在这个世界 看到这两样东西 你的内心趋向于圆满 趋向于清净的时候 这个跟极乐世界 就有关系了 就这两种有相似之处 那么有了相似之处以后呢 我们又通过自己的心思 向往极乐世界 就是你发愿 相信极乐世界 就发愿求生 这个愿一发 你一想要去 你这个一头是自己的心 一头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西方净土 所以这样子呢 在这个无限的世界里 无限的 就我们现在 这个电呢 有有限电 有无限电 有限电呢 我们可以看得见的 有东西的 无限电呢 是看不见的 但是它也有东西 也是可以通过去的 所以我们这个心啊 它确实是个东西 这个心的念头啊 你不能小看 这个每一个念头生起来 都会直接刺激你的身心 刺激你的世界 所以一旦你把这个心 挂到这个三恶道去啊 这个充满了贪嗔痴啊 你就玩完了 你就 它就不停地把你往下拽 拽得你气都传不过来 累得要死 然后想进步也进步不了 搞得最后呢 这个灰头土脸的 趴在那里起不来 到处的枯爹寒痒 受不了 所以你这个心啊 一定要往上处 往高处 往清净处呢 去挂钩 只有像极乐世界 挂上这个钩 就是你心愿恳切了 你心有归属了 这个心有归属了 那你的生命的这个 发展的方向呢 就在这扇门打开了 如果你不是向净土 极乐世界去靠近的话 你到底向哪里靠近呢 就看这个向世间去靠近 向世间一靠近呢 基本上都会 被这个烦恼所驱使 所以它从假想观 慢慢的你看 从假想会进入到真想 从一报 一报也有假想到真想 这个正报也有假想到真想 这一报呢 是水光 水光跟这个日光水光 是从这个假想 观想过去的 那这个正报呢 是我们这里看到的 那个西方三圣的佛像 就是你通过这个佛像的树立 我们拜佛像以后 然后再慢慢的 把这个世界的假的佛像呢 转换成真的佛像 这是你的心智在提高了 提高的一个重要环节 就是要出叫 西语乱想 心眼得开 就是你在这里 很专注地想一个东西是 为了排除你的心不老实 老实东想西想 排除你的心呢 乱跑跑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呢 让你要专注 让你要专念 阿弥陀佛 或者专想阿弥陀佛 这样一专注 一专念以后 然后你再进一步呢 就有希望 会跟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 真实的阿弥陀佛 挂上这个沟 所以这个想 实际上是 这个观经的观想 就是建立一套 说普世界到极乐世界的 这个生命的高速通道 你能够直接通过去 如果你没有建立这条通道呢 也说你靠自己爬山啊 靠自己修断货正真啊 可以是可以 但是非常难 是非常难 那这个是 这个是他的解释 观静 就是所观的这个静 我们就多讲了一点 阿弥陀佛 起来吧 那我一直在gendeine 有都不能超过去 要多了一点 有都不能超过去 好 谢谢 谢谢